大家好,我是佳希 那今天呢,是第七天的课程刚结束 其实今天的课程对我真的收获非常的大 因为呢,今天的课程教的是我们要跟母亲做一个圆满 其实从小到大,我跟妈妈的问题一直都是还不错 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呢,今天的课程我也不以为意 那直到呢,课程中有需要做练习 要寻找一些童年的经验 然后写下来去找出根源 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 我竟然因为一些事件 然后开始忍不住大哭 那些事情其实我一直记得 但是我不以为意 那没想到,它却是对我而言是 生命中一个很深刻的刻痕 它就刻在我的心上 也刻在我的潜意识里面 所以其实我心里面是受伤的 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才明白 原来呢,我一直以来觉得自己缺乏爱 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 觉得自己恐惧 都是因为这些没有圆满 所以呢,今天很感谢 大师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缘 让我们去跟母亲做一个关系上的圆满 因为呢,跟母亲的关系 它会带给我们生物记忆 什么是生物记忆呢? 就是我们内在对自己的观感 还有我们跟宇宙的连结 哇,原来跟母亲的关系这么的重要 所以不论母亲到底在还是不在 我们都一定要跟母亲做一个圆满 今天呢,我就打了电话给妈妈 告诉妈妈我的感觉还有感受 然后呢,听到妈妈一直安慰我说 不要哭,不要哭 没有事都过去了 没有关系的 不要想太多了 在电话结束后 还收到妈妈的讯息 妈妈还告诉我 不要想太多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活得平安健康 妈妈说我一定是太想家了吧 妈妈告诉我 她是爱我的 哇,我真的觉得我很开心 而且真的非常感谢 就是宇宙之母带给我满满的能量 让我感受到宇宙给我满满的爱 我相信这个过程会唤醒我内在的力量 让我重新找到更多爱的力量 感恩有这样的机缘来到这样的课程 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来